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被性侵的女囚犯称 袭击发生的时候 他看到嫌犯下体发生了强烈的反应 另一位女囚犯称 嫌犯曾告诉他 关于跟别人发生关系的事情 另外 有第三位女囚犯称 遭到嫌犯袭击 第四位女囚犯则指出 嫌犯曾想吻了他的脖子 目前 这名所谓的跨性别囚犯已被带出女子监狱 关进了有高度戒备的男子监狱 此次事件的发生 再次引发当地关于未实施变性手术的跨性别者 是否应该关进女子监狱的讨论 英国法官如何判断跨性别罪犯的关押地点 主要依据是身份证性别和是否被诊断出患有性别认同障碍 其中 跨性别者只要在医学上被确诊患有性别认同障碍 并且以另一性别身份生活超过两年 就可以合法地改变性别 就算这些 跨性别者没有做变性手术 法官在判决时 仍可根据他们身份证上的性别来决定失送到男间或女间 最近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7年3月底 英国和威尔市有125名鞭性罪犯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7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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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